下次我们讲的第二节 第二节就是讲快的奥米 快的奥米 这个 我们两个码 最吸引人的 就是 巧妙的进攻 和暴风雨般的扣杀 这是很赢得观众 所以我们感觉 我们教教的两个码 这个技术 学技 我们先学理 理路名义的 物贺深和技术经 所以呢 我们先把这道理 先讲给大家 下次我想讲一下 这个动作结构的话 因为我们 盖房子 都盖房子的结构 做服装 有服装的结构 汽车有汽车的结构 飞机有飞机的结构 而我们在哪个 结构方面 我们有所进步的话 假如飞机火车 结构一进步 它在这个速度方面 它就有提高 防夹的结构 不一定有改进 它的功能呢 就比过去要更前进 更完美 更松实 像我们打冰胞球 也开始 这动作结构啊 不断的改变 使得我们的冰胞球 在旋转 在速度 在力量方面 都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下边呢 我要讲一下关于这个 技术动作的服务 我想讲那么几个问题 你想我们看这个冰胞球冰胞比赛 有些人冰胞球 冰胞球 有些人看这个动作 就看了 也就过去了 但是呢 我们看这个球的时候 不但要看 而且还要拿 拿这个 计算机啊 算一下 有些冰胞球啊 如果您看 几尺啊 从这开始 它到这 四尺 我的请人啊 叫四尺具 训练了 从这儿冰胞球到这 四尺 冰胞球四尺 回来又四尺 冰胞球是八尺 你想想 冰胞球八尺 它所需要的时间 它所需要的距离 就稍微长了一点 特别人在近点 后来呢 我当时就是到 五八年五九年的时候 当时我就看了光量 冰胞球四尺 凡胞球四尺 好了我想 能不能过三尺 冰胞球三尺 回来三尺 那就他冰胞球八尺了吧 我冰胞球六尺 但是呢 我的公共的质量 完了以后呢 我想 能不能过 冰胞球两尺 回来两尺 是啊 同志们提出问题啊 你想让它冰胞球四尺就四尺 你想冰胞球让它三尺就三尺 你想冰胞球让它冰胞球两尺就两尺 你想冰胞球让它一尺就一尺 这手背都不能听话 但是这里面 关键的问题 是要加速 有这个加速之中以后啊 你这动作结构啊 你自己就能控制住你自己的器官 你控制住以后啊 这样的话呢 你进攻的 距离缩短 距离缩短 所以我们讲啊 人们说啊 数学啊 历来被人们成为自然科学的防抗 人们对这个数学 充满激青的赞的 说明数学的空调情况 所以我们打球啊 跟数学啊 有着不可分隔的关系 所以 我们打球的情况啊 一定要计算 一定要计算 不计算 我们的效果就算 冰书正讲 多算胜 少算不胜 何况不算 我不算 所以下时候我给同志们 这是40句的 这是40 下时候呢 我得打30 一米 你再用你继续来打30句 打30句 下面打20句 再打30句 再打30句 1只 打30句 打30句 你再打30句 下时候银子 再打30句 一直打30句 一直打30句 只打30句 打30句 再打30句 接著短句 我为什么要研究40G,30G,20G,10G 就是这些训练东西呢,我为什么研究 我为什么研究动作的幅度 我主要的为了提高我打球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这个 第二节呢,我们讲一下这个剪球堆的动作 我下面打两个 一个是呢,绕圈 一个是抖动,我先第一个做,第一个绕圈的 我们很运气的感觉,动作绕圈 用这样的动作,不能拍 绕圈 不能习乱的,不能习乱 不能习乱,不能习乱 不能习乱 不能习乱,不能习乱 同志们,这件绕圈的动作 有没有错过动作 没有错过动作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說為什麼 從拍子拍到手 這個要有一個效果 你知道嗎 您的一道圈呢 從拍子到手 兩點之間直線最短 從這到這 這是最短的距離 就是直線 您這一道圈 誰能知道 這個派3.14152 是吧 這個 冤枉造道 造到300多的去 你剛才這個地方撤過了 你來不下來 你看我這裡有一道圈 道圈 你快快快 然後再幾道 我去尾巴 我去尾巴 我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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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巴 我尾巴 你尾巴 你看我還沒尾巴 那你從來過尾巴 再来再再然后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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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还有公主有些人在打招呼 这样吧 公主打一下公主 一人出鸡吧 不 他两次出鸡 非得让他 非得抖一下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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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边两次出鸡 他不是一次出鸡 他不是一次出鸡 我再来再来 我再来 我老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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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效力低的 砸毛太多 这个 这个 马呀 毛这么静着黑的白的黄的乱的乱的八糟 他不但清晴色 来 这样就简单了 这个简单了 没什么太多余动了 说是简单的 这也是个比较错误的 比较错误的 错误的 错误的什么地方啊 同志们知道 近台球速快速 近台球速速快速 你看他用的什么呢 他用的是大倍功求 这大倍功求 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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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我们可以吃亏 前辈的白速比大倍快 手腕的白速比小倍快 手指的白速比手腕快 最快的是往肩上去最快 又往上的白速越慢 近台球速最快 我们用最慢的来打球 这个动作节目 太吃飞了 但是太吃飞呢 还在这坐车 还在这 用 用 再越多 точ 再越看 你看我那边这种有轻松 你看这种前面轻松 重来看 往前面 你看这家里轻松 那边呢 你看这届松 你看这边 这一笔可就出来了 这是第一场 第二场 我有披风给这主持人说 我说你的前辈坐车啊 你不用前辈 他说 他跟我提出你买一天 老老 您说错了 我怎么不用前辈 我帮他前辈在这儿 帮他前辈在这儿 我怎么没用前辈啊 我说你踢的一天踢的非常 非常长 我说你看 你的大辈 跟你的前辈的家长是90度 从这儿开始有90 大辈子还是90 你看啊 你的前辈和你的大辈 老老是一个相对静止 你的前辈不用了吗 只有我们有些孩子 哎呀我动了你动了前辈 你动了前辈 实在你看 我的前辈 我的前辈 前辈和大辈老是相对静止 实际上动是大辈 而前辈根本就没有动 哎 屋里面是前辈 什么叫前辈呢 这 这不叫你大辈 这个前辈应用 这个前辈 这个大辈 这个大辈 哪里有你前辈呢 感觉 我说的呢 你说前辈呢 是不是好看来 你看 你这我前辈做了多厉害呀 公主 所以用的是最慢的能力 我们公主效率 这我变得很高 让他们不低了 咱们再来 再比较 再比较 这很大辈 前辈做 前辈做 对不对 你前辈呢 你前辈呢 前辈 你那么得想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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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这个一比,显然一天,这是我们讲节奏,要去掉多余的动作,去掉不应该有的动作,大位赢大伟,中静台,过中台外有的动作,静台并且前辈不够了,远台,远台有这个大伙子,静台并且往一边,静台并且往一边, 这效果好高啊,这就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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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们没有手法的,没有手法的,反正能流,没有手法的,反正能流,我们俩, 就完全靠背了, 用手法的,同志们,我们俩给打一下,用手法的,同志们,我们俩给打一下,用手法的,同志们,我们俩给打一下,这是正确的,正确的,手法 现在我们讲第二节,第二节呢,是发力的运动,这个发力呢,分成有,是离球远的发力,说在这儿,拉开手,这叫离球远的发力,还有一种呢,叫拍得离球近的发力, 一般的我们现在呢,就是,大家要看离球远的发力,这都会发的,但是到了比赛中间的话,很多球,出彩,高,离球远,不出彩的,在比赛中间上,不出彩的就是很多,就要等你,不再拉开手,你太好点了, 只能就是拍得离球近,但离球近呢,要发得很大的力量,这就需要技巧,就需要离球近发力吧,离球近发力吧,大倍就不能用了,前辈呢,用一点,关键的就是手法手指, 所以,离球近发力吧,为了寻找机会,制造机会,小动作找到机会以后,出彩发力以后,用对比赛,大小动作配合,大小动作配合,远近,远近的杀球,进去找机会, 我现在给大家做的示范,我先打你吧,离球近发力吧,离球近呢,离球近发力吧,离球近呢,离球近发力吧,离球近,再来一个名字, 必须有一周圆的,哎,应该一周圆的,离球近,一周圆的, 这里面,是远近的,这一个离球远的,它是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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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勒抽, 勒抽離手近 再來一個 勒抽近,反手勒抽離手近 反手勒抽離手近 反手勒抽圓的 勒抽圓的 再來勒抽圓的 离手远的 离手近的 还是离手近的 再来离手近的 找机会 然后大度上 我来离手离手远 夹接个学的 下午我们讲一下 三级训练法 三级训练法 就是极加速 极制动 极环 我感觉做些事情 敏捷是非常重要 衡量敏捷的标准 是时间和去 就好像人家 衡量活活的标准 是仅钱一样 所以我们在做些事情的时候 要不敏捷 耗费的代价是安贵 所以我们就要讲 做动作要非常敏捷 家族的敏捷 制动的敏捷 还原的敏捷 叫极加速 极制动 极还原 都要极 可是在我们的那边 训练下面呢 有些是 极加速 极制动了 制动的磕着 慢还原 等于 有这个观念一样 失去那个极制动的意义 所以有些人是不加速 制动了 也是慢还原 有些人就是说 就是 极加速 慢制动 慢还原 也是这个的意义 我给大家做几个示范 我先做一个正确的 这就是极加速 极制动 极外原 这就是极加速 极外原 这就是极加速 极外原 你别往后回头 杨总装回头 好 这个极加速 我来给大家看 极加速 极阻 我怕他 伸闹 这就是慢不然 看一看 形容一个 等作人家座 等作人家座 还有一个 吉他座 漫娱座 漫娱座 再看 你形容这舞呢 也没有很明显 你看 对吧 看 吉加速 吉重 往哪边了 吉加速 吉之重 一马 回来 又不能回来 又不能回来 就这样 所以 同志们的音乐传播 但有个人这里面还没有问题 就是在吉加速 吉重的时候 有些东西做起来很僵 怎么做呢 等于这么多 吉加速 吉重 这么多 你所有东西都僵了 你都僵了 你都僵了 你这样看 你都太僵了 再说 要避免这东西了 要放松 做得很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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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人一看这块 你都不也行 就这么多精 你都能看着 是吧 那我再做一下 这就不好看 这就不好看 你都抹着了 你都抹着了 不要被抹着了 就放松 很柔和 不能看 很快 你看三斤训练坊里头 吉加速 吉重机关 表现在两边百速里面 怎么体现三斤 怎么体现三斤 这边咋有两种 过去我们国家队的 我看见我们很多省市队的 打这个两个百速 都这么摆 能不能看 都是这样 这什么意思呢 一会我给解释 我给解释一下 我先打着我正确的东西 能不能给看 我全都有人做 我再打一个 效率不太高的 从我们再看 这时候效率不太高的 我解释一下 两点之间 同志们都知道 两点之间 直线最短 这两边百速啊 最好是能沿着这一套 端线 就是比较底线 把底线 走 两点之间 很多时候 两边百速的 行的什么呢 左方的气球点 近 而 到右方呢 走了一个什么呢 走了一个 三角形的 两边之间 大于第三边的一个小 空岸 从前 在这儿 打一头 在这儿 在这儿 两点之间 这个 走着一个 大三角形 走着大三角形 这个两边之间 两边之间 而我走着呢 是一个 两点之间 之间 最短的 这就是 走着一个大三角形 这就慢了 大家坐一下 我们打的东西 我现在不完呢 让他打 这个 极甲骨机不动了 但是没有极还原 极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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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极还原 这个极还原 不是提前极甲骨机的 极还原 这就慢了 啊 就像打拳击 你看这极甲骨机打的 都是极甲骨机的 极甲骨机的极还原 没有极甲骨机的 这种极还原 就是把极甲骨机的极还原 别把极甲骨机一样 打拳来到什么 怎么可能 就想写 来 只要 功能 功能 防弃 可以 下一个我们讲这个重心交换 我们打一个步法的核心技术 是重心交换 为什么讲这个步法 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打球 首先这个发力的 都是从脚开始 脚是支点 发力都是从支点开始 无论上去发力 从脚下 所以无根则一定要有根 就像我们 就像那个蝴蝶 你说一个蝴蝶 停在那里的时候 它显得比不上 只有它震动双翼进行狂舞的时候 它才显得那么美 那么有声 所以说运动中的事物 就是非常美 如果我们打球 往上边运动 下边运动 就不美 你要成立打球 往那边拿 下边运动 就不美 这个叫什么运呢 这个步骤运动员 同时你们看叫什么运 这么大 下边不动 不是不交换 往这么大 这就不叫运动员呢 这就叫做受货运 卖冰桃 所以我们讲运动员呢 不叫上边运动 更主要是要下跌 你要看下跌 好 这人给了一种 很着急成果的感觉 你要这么大 就给了一种 败死不活的感觉 比个例子 求来这个地方 我这么大 求来在中央呢 我没有固法 我就得更大 你说这在买什么手法 所以没有固法 固法不好 你的手法也好 不再不能起到 支持手法的作用 还要起到破坏 所以啊 固法和老师上个的动作 非常准确 而能够抢到 机球的最佳点和次财 我们讲的机球啊 有四个点 有最佳点 有次佳点 有一般点 和最差 如果我们就不玩的话 怎么办 假如从来这儿 从来这儿 不玩一个 还别动作 从来这儿 再一个 你还别动作 如果不玩不好 把这儿 动作很好 你来这儿 再来这儿 你知道这什么动作 有什么 什么炒带都出来了 所以我们讲 这固法快速一个话 能强到最佳点 和次佳点 而最佳点呢 我们可以提 百分之八 百分之九 最佳点 次佳点上 我可以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 一般点呢 就只能百分之三 四十的 最佳点的 就只能够 不在分之八 里面能过坐 甚至还能收 所以我们在公安 说当年呢 要积极主动 抢先上手 表面 看着当时的手法 更重要的是内功 要说手法是迷宫的吧 不妨说是暗 不妨说是看 所以啊 我们打球啊 这么多年 我感觉到 脚打七分 手打三 千变犯划 还有一些 首先是 非常重要 咱们不远说 你要说两军打仗 要想枪打的时候 首先得把人呢 你得运到这个山上 那些不能打 你说 只要跟一个山 你跟我来牵 不能叫海地炮 什么那么瘦 这不行 所以我们过去 我们隔温战争 我们的二五性长生 靠着胜利 不持手法 靠着 不 到的位置 我这说枪 到的 可以起作用 我这不法 不倒给人 不能到山头 不能到这个 不定位置 我的枪 打不成 所以我说 我们打球啊 有这么一种 心是主帅 眼是侦探 手是刀枪 脚是战法 所以这个打球这个 布法是非常有效的 而布法的核心呢 就是中销嘛 你追一点 如果跟打球出来的 移动是很快的 有时候你要往 用一个 不是往左一个 很突然 如果你要站在那边 不动 就把一架 一个汽车 停骨 停骨的汽车 要加速 就慢 第一个就是圆顶 圆顶 圆顶 你不站住 对 不站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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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呢 咱们讲一下这个 交叉路 交叉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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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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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点 我们讲一下关于这个 赢的球长 为什么讲赢的球长 赢的球长 是我们冰房车里面发力工的一个重要的源头 假如说 两列最开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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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在一条铁轨上 这个火车以60公尺的60公里速度往这边开 这火车以60公里速度往这边开 两个火车相撞 这个力量不是最大 如果这辆火车停在那儿 这辆火车以60公里速度转 转这个火车 这就属于是第二个 就是差一点 如果这火车呢 二十公里往这边走 这个公尺60公里速度往那边创 这就力量就更差一出 所以说 两个最开的火车 这个创击力量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打球也是这样 打球就是说什么 你不要拍着等着手 拍到等着手 来打的时候 这样的话就差一样 如果拍着谁出来呢 从来说 谁说好 然后再打 这就更差一样 最好的时候 小火车 这么直接飞 人跑去 赢得出来 这两个是 不同两个火车 创击力最大的 其他的笑话 是 最高